疫情一时,中国政府建立了多部门协同、跨部门协作的统筹协调机制 短时间内完成了核酸检测、抗体检测试剂和配套设备研发 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检测需求 并行推进灭活疫苗、腺病毒载体疫苗、重组蛋白疫苗、核酸疫苗、 检毒流感疫苗等五条技术路线研发 目前已有十一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其中四款进入三期临床试验